4月1日美国页岩油厂商淮汀石油公司向德州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淮汀石油公司是美国科罗拉多州规模最大石油生产厂商 同时也是北达科塔州巴肯页岩区顶尖产油业者之一 在此之前淮汀石油公司已经与债权人达成协议 以97%的股权作为交换 削减约22亿美元的债务 淮汀石油表示他目前还有约5亿8500万美元的现金将会继续维持营运 俄罗斯与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价格战导致国际油价下跌 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 沙烏地阿拉伯国营的沙烏地阿美公司原油产量已经增加到每日1200万桶创下记录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未来几天会找出解决办法 川普表示他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廷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王储莫罕默德沙尔曼通过电话 川普表示他将与美国试用公司会面 新台亚特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